平安 首先我们来读经文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十四章 二十二到三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经文 耶稣随起 车里门头上山 先渡到大面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定人在那里 那时常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遥害 夜里四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头乱去 门头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是个鬼 别害怕 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不要怕 彼得说 主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 你来吧 你的救助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人眼睛风不胜大 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便喊说 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 说你这小性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他 他们上船 都会有助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 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我们做个简短道 我们做个简短道 切封 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 求你用你的灵向我们说话 求你把你的意思掰开 向我们信 好让我们得着造就 好让我们全心 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尊名 有个教会 要办一个大型的步道会 鼓励的兄姊妹都来参加 热心的服事 有一个姐妹呢 她说 是传福音 肯定要热心了 她就做招待 什么样的招待呢 大家都知道 当新朋友有感动的时候 你要把她介绍到台前 当讲员讲完了到以后 她就发现了 一位姐妹 一个女士 好像很感动 一直在流眼泪擦眼泪 她就上前去 她说 你前去 牧师已经呼召了 你去吧 她为你祷告 得祝福 多好 她就一直鼓励 这个女士呢 不好意思呢 她就上前了 她到前了 然后牧师为这些人做了祷告之后呢 这些人就下去了 然后呢 这个姐妹还是招待这位女士 她看见她下完以后呢 走到台 还走到她座位的时候 她发现这个女士 还在不同的擦眼泪 她说 你看看 神的感动在你身上多好啊 多有神的恩典啊 这个女士说了一句话 其实啊 不是这样 我这几天啊 眼睛 有点发疑 一直在流泪 亲爱的女士妹 我们 都喜欢 我们的 每一次的聚会 都有很多的人 不管小组也好 团企也好 主日聚会也好 还是我们的 我们的步道会也好 都喜欢有很多的人 都喜欢热热当道的 可是在热闹当中 你会发现 也是有危险 也是有危险 我们再来看 这段经文的哈 马太福音 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这个 二十二节说 耶稣随即吹门徒 上船 先渡到那边去 等我们 他叫众人散开 请问弟兄姊妹 这个 经文的描述在前面 他在讲什么故事 弟兄姊妹 耶稣在讲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 是什么故事啊 五饼二鱼 所以五饼二鱼 五饼二鱼的这个场景 光男人 就有多少人啊 五千 五千啊 加上父女小孩 那是很多的人啊 可是在这样一个热闹的前景 这个场面过程当中 耶稣 没有让门徒在那里长久的停留 首先你看二十二节到处 耶稣随即吹门徒上船 吹 说明很显然耶稣不希望门徒在那里 让我们再来看 从眼下我们再往上看的时候 耶稣很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要让门徒远离这个诱惑之地 这是耶稣的对门徒的第一个反应 然后我们再看 耶稣对众人 众人 他说叫众人散开 很明显耶稣在冷却这些到耶稣面前的这些人的热情 我们都希望人来到教会 都希望人多 都希望大家来到这的时候热情高涨 你看耶稣呢 却在这里叫众人散开 很明显耶稣在冷却众人的热情 他对耶稣自己呢 说他独自上山去 祷告 安静在父面前 原因在哪里 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的时候 这里说 也是记载同样无名二名的故事 最后耶稣圣经描述说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 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 可见 这些人 很多的人都满有热情 都想来跟随耶稣 但是 他们并不知道 耶稣来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他们只想耶稣来做王 来满足他们在世上生活的 各个方面的需要和追求 耶稣在这里的反应 我们再看 当这个宏大的场面 几乎近万人的时候 耶稣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反应 一 让门徒离开那个地方 二 对众人 让你门什么 散开 对他自己呢 他却独自一个人去祷告 在今天的社会 你会发现 我们热闹 缺不缺乏热闹啊 你会发现 我不缺乏热闹 但是 我们唯独缺乏安静 在神面前 当我们总是在热闹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不知道 我们在危险当中 当众多人 近万人在拥护耶稣的时候 耶稣 他明显地感觉到 肉体在喧闹中 是非常 危险 他需要安静 与父神亲近 另一方面 在热闹的 对门徒来说 在热闹的胡适中 耶稣看到 门徒生命中的问题 那问题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往下里看 当我们在考 问题 耶稣没有亲自告诉门徒 但是他从下面 这个风浪 风浪故事当中 耶稣 透过这个 这个考验 让我们看到 门徒一个 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十四章 二十四节说 那时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 要看 在那个场面 耶稣呢 让门徒 离开那个地方 开船到 湖对面去 开船到湖对面去 就是让门徒 能够冷静下来 你想想 此事 门徒的心情会是什么 我想门徒可能会不解 为什么呢 这么多人 耶稣不是来传福音的吗 耶稣不是要很多人 想认识他吗 既然这么多人都来了 我们也在 热心的不是啊 那耶稣为什么 此时此刻 要让我上船呢 让我离开这些人呢 很有可能 门徒此时此刻 心里一直在打底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是很可能 门徒当时的一个心境 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 因风不顺 被浪摇汗 耶稣呢 透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要让门徒 在热闹之后 回归于平常 回归于平常 平常的生活里面 也有很多的不顺 但是在这种 平常的生活里面 安静的时候 当你遇到 诸多不顺的时候 你是否还有那种 对神的一种热情 和追求 对神的一种 依靠和仰望 还只是在 或者说 只是到服事的时候 很多人的时候 你的热情 才能被点起来 当你离开 众人的时候 当你离开 热闹的环境的时候 当你一个人 独自去面对 生活的时候 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还有那种 亲近主 可顾主的这种热情吗 你还有这种想 呼求主 这种想望 这是考验 我们今天的题目 到这儿 我要提 就是信心的考验 信心的考验 在一个热闹的 可以说 耶稣的布道会 耶稣的行神迹的 各位之后 门徒也看到 耶稣的作为 看到他的权柄 但是耶稣让门徒 都冷定下来之后 耶稣透过一个环境 就是看 你是否 这些门徒 是否你真的 对耶稣有信心 你是否真的 懂得来依靠神 依靠耶稣 不 刚才 我们说的是 考验的开始 现在呢 是考验的高 考验的高潮 考验的高潮说 马太福音十四章 二十五到三十一节说 夜里四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 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是个鬼怪 并害怕 喊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彼得说 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 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愿见 风圣 那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便喊着说 主啊 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 拉住他 说 你这小心的人 为什么疑惑呢 这段经文 是这个 整个故事的 最核心的部分 你会发现 当门徒 在夜里 独自划船的过程当中 他们遇到 风什么 不是 可是呢 耶稣 当他还没有呼求的时候 耶稣就前来 当耶稣来 扶住的时候 门徒却 惊慌害怕 耶稣出声安慰 使我 不要怕 此时此刻 只有一个 使徒 积极的回应 是谁啊 彼得 那么我们 仔细的来看 这段经文 说 在困境中 耶稣前来 当我们看经文的时候 门徒 此时此刻 面对问题 面对困境 面对风浪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呼唤耶稣的 因为他们觉得 还自己可以什么 阴子 当时可见 风浪还不是那么大 他们觉得还可以阴子 他们就往前走 但是 想想我们很多的时候 也是这样 圣经一旦告诉我们说 要实时依靠主 处处依靠主 无论何事上 都要交托主 可见 但是我们生活 常常都是 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 就是说 不到万不得已 我们会不会呼唤主啊 不到我们心里泛滥的时候 你会不会主动的呼求主呢 每天清晨一开始 你会不会把一天所有的事都很仔细的很认真的交托主呢 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不会 你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 我还可以移民 我还可以面对 我还可以处理 我还可以处理 我们生活工程 我们常都认为 我们可以应付 我们可以 而我们所有的问题 主都知道 也都在陪伴 也都在陪伴 为什么呢 因为 在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 当门徒还没有呼唤的时候 主已经知道他们的问题 主就前来什么 帮助 主就前来帮助 当你没有呼唤的时候 这是你告诉我们 当门徒还没有呼唤主的时候 主就前来帮助 可见我们的主 他真的知道我们的问题 真的知道你的需要 真的知道你心里的作难 很多时候 他就在你身边 他就希望你安静下来 向他起来 但是呢 有时候 主的作为 真正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还不太明白 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们门徒的反应是什么 鬼怪 哎呀鬼怪 我记得 我 神学院在国内文化神学院毕业的第一年 我去了那个 福州 去做这个服饰了 在什么地方服饰呢 在福音戒毒署 就是和一群 帮助一群西都的人戒毒 当时呢 就是想 想尝试一些新鲜的服饰的方向 和内容 但去了一年之后呢 我发现自己明显不是 为什么呢 那些人真的把我耍得团团转 我完全真的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之间吃个饭就能够玩出一些花样 自己鼻子 这些人呢 住在一起 他们常常 一个眼神 他们我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他们就已经开始扰围起来了 因为我自己 后来 一反省 我觉得自己真的不合适 从经历 从各方面都不适合 服侍这些 这些吸毒 接帮助这些戒毒的这些 年轻的人 有些年龄也稍微大 但是我就决定 还是要活到教会 先从教会 慢慢的先去做起 当时我就想回 现在回到教会嘛 我从武汉毕业了 我就想回到武汉 回到武汉 可是呢 当时已经 我们已经结婚了 岳父母呢 刚那年 决定那一年 刚结婚 岳父母说 来西安吧 看我们都在西安 互相也会造影 听起来蛮好的 是不是 岳父母说 来西安吗 可是我呢 我就对 哎呦 我不敢去 西安啊 我人生地不熟啊 我知道谁啊 我在武汉 我在这上了四年的 上了四年的神学 就是老师 还有很多同学 很多 我都有认识的牧者 牧师啊 我都认识 我就跟他们说说 他们怎么都可以 给我安排一个位置呗 哎呀 我说的 说的 想了好久啊 来着那边 那个什么 那边我们的 这个岳父岳母 一直在追 他们还不动 还不过来啊 最后 我太太也急了 你去吗 就是 就是在 就是在武汉 你能找个位置 又能怎么样呢 你先去来看看吧 当时啊 去西安的时候 真的是抱着 看看了 太多去 但是 真的 当我到了西安以后 我真的感谢主 为什么呢 因为那里真的很需要 很多教会没有传到人 很多教会没有传到人 但是呢 但是 有很多大教会 又聚集着 很多的人 把牧师传到人 好 当我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就感谢主 我就在西安周边 那个城中村的一个教会 在那里 就待了下来 就待了下来 一待了三年多 直到我来美国 我就感谢主 因为呢 我要是真的在武汉 是可以待下来 有可能很多人 帮助我 服侍我 但是我感觉我得不到 真正的断练 在那里没有人帮助你 没有人管你 也没有人来帮助你 那你怎么服侍 很多的教会的讲道 安排都要由你来 就让我看到 他想到这时候 我就想说 当初这个抉择 当神真的让你 呼唤你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真的内心是什么 害怕 当神真的要走进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不懂得 对神对我们 带领不敏感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是害怕 而我们不明白 神要做什么 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 耶稣就出声安慰 说什么 是我 不要怕 是我 不要怕 我们做基督徒 很多年了 你会发现 虽然信主 但是心中仍然 免不了 有害怕 圣经处处也在告诉我们说 不要 害怕 但是 我们就是 免不了 要 害怕 此时 你们想想 在那个 风浪已经起来的夜晚 风浪已经起来的夜晚 你想想 耶稣说 是我 不要怕 说明 耶稣此时刻 已经离门徒的船 很近了 很近了 但是 回过头来 再想想的时候 你觉得 门徒对耶稣熟悉吗 耶稣 天天带着门徒出去 行异能 传福音 他们天天在旁边跟着 服务着 然后 提耶稣 这里来了个病人 看耶稣赶医植 又来个聋哑人 他们 臭臭的忙碾 你觉得他们 对耶稣熟悉吗 吃饭也跟耶稣 在一起吃 你觉得 对耶稣熟悉吗 熟悉 那为什么 走到这么近 耶稣 大概的声音 为什么就看不出来呢 耶稣的声音 有没有分辨出来呢 你是反问着我们 我们真的 对耶稣熟悉吗 当我们对耶稣 真的熟悉 认真 万一 我们心里就真的 不会有太多的惧怕 不会有太多的惧怕 常常是 我们真实 是因为我们对耶稣不熟悉 常常有对耶稣 有很大的陌生感 不知道我这位神 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到底离我有多于多近 所以我们心里常有什么 害怕 实际上主带我来到了美国来 深造 在美国这两年多的 这个深造过程当中 说实话 不瞒弟兄姊妹 常在恐惧当中度过 为什么 因为兜里没有钱 过几天 然后学校寄账单 过几天学校寄账单了 然后钱一天一天的少 实际上带来的钱只够了 前四五个月的这种生活学会 过了四五个月 快要到期间了 我一天一天的手指钱 我说 神啊 对啊 你的故命在哪里呢 你的故命在哪里呢 他知道 我去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我还没有张口 有个弟兄姊妹 已经告诉 在教会说 愿意帮助我 愿意支持我 这个 已经教会都告诉我了 可是呢 还没有拿到钱呢 教 学校已经吹到我三次了 哎呀 张外强啊 你的学位还没教啊 要不教 你下次就要停课了 不能修课了 我心里一直在打鼓 那看到这样的 当我今天 来到加拿服事的时候 我真的感谢主 神真的没有亏欠我 总是会在 暗时的供应给我 总是会暗时的供应给我 但是 我多少时候 真的对我的主 有那份确信 有那份熟悉 有那份肯定 说实话 有时候 真的亏欠 领受主 很多的恩典 但心里 仍有 惧怕 担心 我记得有一次 我刚来的时候 一个范长老带我 熟悉教会 我们俩在一起 在吃东西聊天的时候 范长老老就谈了很多 最后 给我谈到家庭的问题的时候 我当时又说出了 一个很没有底气的话 什么话呢 我说 范长老老说实话 我 我觉得我自己能不能把我这个孩子带大 都是个事 我说这些 很多时候真的是反变的例子 我相信 当我们去数算主恩典的时候 我相信在你身上 能够一定能够数算出 很多 很多 但是问题是 我们心里面仍然有很多的 惧怕 又再次回到门徒身上 门徒 刚经历过神的大能 什么大能 耶稣的大能 耶稣什么大能 对 这 那就是 门徒 看出门徒身上的问题 看出他们很热闹的服事 但是主要是离开那个地方 离开那个地方 你尝尝 是不是需要 能明显感受到神的恩典 你才会安心 明明看见神的恩典就在那 找工作 明明看到Auber下来了 我们的心才能够定下来 我们再往下看 在这个耶稣走近的时候 向门徒外观过程当中 只有一个门徒积极的回应 是谁 彼得 彼得 彼得说 主啊如果是你 你让我也走过去 耶稣说 来吧 你来吧 从我们的信仰 谋彤意义上讲 我们的信仰就是回应耶稣 并将走向耶稣 回应耶稣并且走进耶稣 走向耶稣 我们每一个人的觉知信主 我们每一个人的坚定的 这个人说我要跟随 我要信耶稣 我要洗礼 这都是对主的一种回应 但是当我们在走向耶稣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了 他特别记得了 在水面上走 你看 他刚 当彼得当时很热心 耶稣在那走 我也要走过去 这信心很大 他信心很大 他要从船上下去 他真的在水面上走了 他自己真的在水面上也走了 要当时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洗礼的时候 我们跟随主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也真的离开了世界 哎呀 我超越世界 要往耶稣那里走 而问题是什么 从船上你下来的时候 很有信心 问题是 走两路的时候 因为彼得没有一直盯着耶稣 但是见风什么 甚大就开始下着 没有注目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真的有很多的事 都会觉得风很大 你的学业啊 你的工作 你的家庭啊 你的提升很多事情 都会让你看到就会 哎呀 怎么会这样 哎呀 这怎么往下走啊 都会让你压力很大 心里烦躁 不能平静 来到美国以后 心里 然后美国怎么 怎么给我想象的差异这么大 刚开始来的时候 满腔的热血 啊 要到新的国度 要生活了 来到之后 一下子冷却下来 很多事不知道怎么处理 丰盛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你都会尽可能会经历到 丰盛 当我们开始看风的时候 当看浪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下沉 你真的开始下沉 来到这个 这个我们家的教会 头两年 说实话 我真的是个愣头青 毛主小子 不会 真的很多都不会 因为我们在国内服饰 跟这儿服饰差别太大了 我们就是到处什么呀 跟人家讲圣经 我们不会策划 从来教会 没有提到策划活动 找到特殊人群 找到人群的学校 不会 从来没有这些 要处理 要同工 我们尝试说 我们今天一做活动 谁是co-opening 哎呦 第一次听这句话 就是傻 什么意思 还有协调 我发现自己在外面 真的不会啊 真的不会 当时陷入了极大的 这种恐惧当中 担心当中 真的一度产生了 想离开 我感谢主 主的恩典 当我 每当想到这个时候 我就尝试想学 彼得的呼喊 彼得说 主啊 救 主啊 救 每当我在福祉当中 我发现自己好久 都没有安静一下来 读经的时候 没有诚心祷告的时候 我要常用这时候 主啊 救 兄姊妹 你最近有没有向神呐喊 有没有感觉到 你自己已经在下沉了 已经被这个世界给淹没了 被你残重的生活的各种细节 工作细节给淹没了 你有没有说 主啊 救 不是说 你已经被淹没了 你还不知道 喊主啊 救 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来到教会 有很多的 很多的脾气 很多的性格 你看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是不是很久没来 教会了 今天 好久才来 你有没有喊主啊 救我 主日就是主日 别人不管 我就是要进来 我们都是软弱 但是我们要学习彼得这句话 因为彼得在升陷到海中的时候 那是能明显感受到的 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 明显感受到 哎呀 我要沉下去了 我要死了 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种敏感 主啊 我好久真的不能祷告 好久不能图亲 好久和别人的这种关系 处理不好 你有没有这种呼喊 主啊 救我 我不想图亲 不想祷告 不想参加敬拜 不想参加团庆 你有没有喊出那种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还是说 哎呀算了 就这样吧 我再一次 确明 当彼得一呼喚 主啊救我的时候 圣经这里告诉我们 三十一节说 主耶稣就赶紧伸手 什么 拉住他 主耶稣赶紧伸手 拉住他 可见主 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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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通过这个分合呢 就让整天看惯了神迹的门徒 整天看惯了神迹的这些门徒 就让他们知道 你们心里到底有没有对我信心 门徒是不是当时跟着耶稣 是不是天天看神迹啊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对耶稣的信心 我们在座的 我相信 我们坐在这里 都是想追寻主 要不然你不会坐在这里 我们坐在这里 都是希望能够真实地感受到主的 并且希望和主 建立亲密关系 那么你要用心来亲近他 你要常常体会你 属灵生命的状况 然后用心亲近主 有时候你可能需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你怕面子到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大声的喊出主啊救我 不要让我再这样下去 不要让我再这样沉沦下去 不要让我的生命再这样麻木下去 不要让我整天为了这些应酬 这些party 这些活动而忙碌下去 主啊救我 各位亲爱的弟们 主就在这里 我们今天 经历拜的事 主就在这里 这是荣耀之地 主就在这里 阿们 我们再看回应 彼得的反应 彼得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见风 害怕沉下去 变海 什么 我们看耶稣的回应 耶稣赶紧伸手 拉住他 说 你这小心的人啊 为什么 多少次我们真的就是那个小心的人 彼得明明看见耶稣就在前面不远处 而我们也时常感受到主的恩典和祝福临到我们 但是我们却没有常常用信心能够抓住他 一直行走在海面之上 不断地走向你 一个人 有一群科学家在研究 一个影响人真正往前走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弄了一个房子 全部漆黑 然后呢 让一群人从入门开始 他们就拿个话 告诉这些人 你们怎么走 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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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走的话 你就可以到达安全之地 完成我们的测验 这些人 好啊 我们就听你的 只有两三个人 不多 他们就 每一群就两三个人 他们就听 人家说 往左 就往左 小步走 就小步走 往右 就往右 往前执行 就往前执行 最后 这几组人 都顺顺利利地完成了 测验 最后的时候 这就几十个人 实验室的人 把整个房间 这个房间都打开了 从 很亮 让他们看清楚 他们走过了 原来 在 他们是站在两地之上 中间呢 是一个池子 地下的池子是什么 是恶人 满步了恶人 而他们通过的地方 就是一个小桥 就是一个小桥 只能并排过两个人 只能并排过两个人 然后 这个 试验的人说 嘿 现在 谁有胆量 再次从这里经过 灯都打开了 谁有胆量 再次从这里经过 因为 鳄宇林的 林那个桥啊 实际上是不高的 但是呢 两边是有困难的 但是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而真正影响人 往前走的原因 就是什么 害怕 害怕 我们在教会 我们在世界 我们在家里面 信仰 很多时候 不能继续往前走的原因 是什么 害怕 害怕 我们不能一直定睛 耶稣 为我们创始成中的 耶稣 就连彼得 站在耶稣 几步之远 他就不能一直定睛 是吗 我们对中招的害怕 远超过 我们对主的这种敬畏 可能 我们门徒 生命中的问题 让我们可以看到 在困境中 问题来了 还不懂得 仅仅依靠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划着船 风浪来了 他觉得还可以应付 还不大要紧 可是 当耶稣真正来帮助 他们的时候 他们反而去害怕 很多时候 当我们真正想 很多时候 我们真正想 亲近耶稣的时候 想彼得羊 想回应耶稣 想走进耶稣 但是因为信心想 因为被周围的事情 看得太多 想得太多 担心忧虑的太多 使我们无法专注 真正的走向耶稣 我考验你 考验你最后 马太福音十四章 二十二到三十三十 当耶稣 一把抓住彼得的时候 他们就平安 上了 风浪也住了 在传上的人都拜他 说你真是神的 耶稣 虽然考验过了 这些门徒 但是最后 他再次 很重要的目的就是 让这些门徒 再次看到 他是谁 从此 再次让门徒 确定 他们所跟随的主 是怎样的主 他们就看到 耶稣 在海面上走 看到耶稣 再次平静 风河了 他们说 你真是神的 儿子 福福贵败 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想想 耶稣 就是要考验他们的信心 生命的问题 当他们出现罪况 不仅仅是让他们知道 他们生命中有问题 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再次确信 他们所信的是 这才能再次保证 他们在以后的问题 困境当中 能够勇敢的面对 能够喜乐的面对 并且为主做见证 耶稣 止住风了 让门徒看到 耶稣有权柄同观 自然界 不仅仅是一柄赶鬼 五柄二柄 五千人知道 还可以管理风浪 更认识到 耶稣的能力和权柄 二 门徒都拜耶稣 从止息风浪 从海面上行走 更认识到 耶稣的权柄能力 再次确认 耶稣的神 你真是神的儿子 耶稣真是神的儿子 约翰徒音 写作的目的就是说 让我们信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我们信了他 就可以应应他的名 得生命 阿们 我们最后看结论 我们信仰御途中 真的是要经历神 经历神还是很重要 但是你要看到神的荣耀 你不能只是 顾热闹 顾人多 要经历什么 你要看到什么 在我们的信仰律途中 第二点 我们要确定 主于我们 同在 你要真的确定 主于我们同在 要实时处处 依靠他 实时处处 依靠他 第三 注目耶稣 当我们回应耶稣 想靠接耶稣的话 那就注目耶稣 并且更认识耶稣 这样 我们才能采取 真实的信息 愿神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来唱 一首歌 叫《青青天》 请 请听 我要请 请听 我要侧耳听 请我出声音 请 请听 他才轻轻听 我并不忍忍得我身影 你是大路者 生命的主宰 我一生只听谁出声音 你是大路者 生命的主宰 我一无忍忍得我身影 真的吗 请 请听 听主的声音 请 请听 我要请 请听 我要侧耳听 我一无忍忍得我身影 我一无忍忍得我身影 你是大路者 生命的主宰 生命的主宰 我一无忍忍得我身影 你是大路者 知道你 知道你与我们同在 知道你会福祉我们 知道我们所信的 是神的儿子 从死里复活 证明你是神的儿子 知道你给我们 大家的福分 远超过我们 所求所向 我们就一生 我们坚定地跟随你 祷告 我让耶稣基督得上的专名 阿们 弟兄这边请坐